美國總統大選開票情形陷入膠著 全球都很關心究竟這個左右世界局勢的人 會是川普還是拜登呢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各國民眾的想法吧 當然就是川普總統當選是對台灣比較好 就看軍購就知道啦 我覺得這次的關注度很高 因為畢竟美中的關係也影響到中國與台灣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關注度 我明顯感覺到大家討論的比較多 英國 英國人普遍看好拜登當選 對全球和英國的經濟都比較好 我希望拜登會贏 我感到特朗普會放在那裡 但我相信拜登會為英國的經濟最好 去支持我們 特朗普不太太太在意 那是我的希望 拜登會贏 對 特朗普已經增加了美國的經濟 但我認為他的觀看法都很複雜 拜登是更新的 更新的 所以我認為美國的貿易 和美國的關係 和美國的關係 我認為拜登應該會贏 川普在俄國似乎很有長輩圓呢 為我們是最好 如果我們取得比特朗普 為什麼 和拜登會贏 因為他因為他會贏 因為他會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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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在這陣子 如果我們會贏 我們會贏十年夜晚 你們會贏 但他們會贏 那當然 法國人比較希望拜登當選能讓美國和世界恢復秩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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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括各個分歷客人的敵產有關 紅和白、青和青、黑、 mixed混和和白的之片 包括一般的物流線 care自然是不進化 就是詳細的憤怒 共產生是一大堆的 所以當然要是必要確認 我是希望拜登 szczegól為拜登 因為我認為特朗普比特朗普更可憐 德國 德國民眾希望美國能選出一個穩重 又不會太老的總統 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在非洲多國民眾眼裡好像有點幻滅 余滅和暴力 這是一件事我們平常在美國 能這件事在一國裡 對著勤奮的民主制度來自益 這件事是非常有趣 這很壞的感受是我們看到民主制度 這不是我們習慣看的 我們看到家中間 Undertaker,承諾,承諾,承諾 承諾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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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諾. 我們認識世界最新的了解,承諾我們今天,我們很喜歡的工作, 我們恢復正先想想去處理. 我們都可以 Weg溝通。 我認為我們流逼熊的,我們很高興看, 我們常常と會時抗議。 我認為這次選舉的選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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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覺得美國是一個模特兒 伊朱紗瑪也不需要告訴我們 美國我們在看著 美國是一個模特兒 當時選舉的選舉 最終的看法就是大選你會希望誰出現當選呢?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喔!